這個是11月26號的一個新聞 他說有一個在西班牙的 西班牙人他移民到墨西哥去 然後他就發明了一個啤酒叫Corona Corona這個啤酒 他活到98歲 然後他賺了很多錢 然後他死的時候錢太多 不曉得要給誰 多到用不完還剩很多 所以他大概剩了七八十億台幣 大概接近三億美金 七八十億的台幣 他就想到我從西班牙來 我的西班牙那個小村鎮 這是我的故鄉 所以他說我要把我的錢 全部給那個小村鎮裡面的每一個人 那個小村鎮很窮 只有八十個人 所以呢 那一天 那八十個人收到消息說 你們每一個人都得到一億 好 免費 就贈送給你八十億 接近二點九億的美金 就送到那裡去了 他簡直昏了 怎麼會有一個九十八歲的人 遠在天邊 然後呢 我們第一特獎也才一千萬 他是十倍 每一個人得到一億 八十萬千 不錯 神要恩待人 神要恩待人 你不曉得 他用什麼方法要恩待你 不知道 根本可能我想這八十個村民也沒有幾個人認識他 要認識他也得很老的 也用不著 可能就是這些他們的晚輩後代 那我反過來想 我也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神所給我們的資源 這一生當中我們所能夠擁有的資源 最聰明的人 就是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前 他很有意義的把他用掉 很有意義的把他用掉 你留給孩子不一定是最有意義的 你留給孩子有的時候 要看他成不成才 看他懂不懂那個價值觀 如果他不懂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是 我們說也會敗家 昨天晚上電視有說 他中國第一敗家 第二敗家 都是很有錢的人 很有錢的人 他好像十年就把五十億人民幣給敗光 真的耶 真的 中國很多的不好 他的小孩子就是這樣 然後怎麼花錢的呢 全中國第一個 買一億的跑車 接近一億的跑車 第一輛 然後呢 還邀一些公職客人 跟那些官員 在高速公路上飆車 最後 等於那些高官把他攔下來以後 就產生一個畫面 他說很好玩 就是一個藍寶間裡的車隊 這些年輕人通通趴在這個車上面 寫說我以後不敢再這樣了 拔血 所以神給我們的資源要去用 如果你不用 就等於沒有用 不用就等於沒有用 好可惜 神給我們的資源是要讓我們去用的 所以我們的生命也是一個資源 我們的時間也是一個資源 我們的產業也是一個資源 我們要好好的去想 怎麼樣去用 不要等到斷氣的那一天 沒有用 沒有用 它不像手機耶 有一些手機是這樣的 這個月沒有用 可以累積到下個月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是 這個月沒用 下個月重新就開始了 沒用就沒用了 那我請問你 神天為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利器對不對 你今天這個利器 省著不用 會不會累積到明天 不會啊 我不會說今天拿十斤 我十天不用 我突然之間就變大力士 可以拿一百斤 一百天不用就一萬斤 一千斤 一千斤就一萬斤 可能嗎 不可能 祂給你今天有夠用的恩給你 今天要按照神的心理 好好的為主來活 要好好的去想 好好的去用 不要太省了 不要太省了 有的人是不會用 有的人是不捨得用 有的人是不敢去用 因為 不會用是因為人生沒有目標 他不曉得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呢 很多資產不曉得怎麼辦 陳牧師的妹妹嫁了一個有錢人 然後 就是祖先留給她的 她又有一個工廠 他們在做那個什麼 手扶梯的那個橡膠 有沒有 百貨公司手扶梯 旁邊有個橡膠 傳動袋 那個 然後自動生產的這個袋 也是他們做的好 那個 所以他們那個東西 就反正一直生產 應該一直來 用不完 那 結婚了以後 無所事事 無所事事 沒有動力去工作 因為工作就是為了賺錢 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 但我現在不需要賺錢 那我活著幹什麼 花錢 怎麼花 對 真的 喝酒 賭博 天天就是喝酒 老人賭博 所以 讓這個太太看不下去 嫁給一個 先生 雖然不愁吃穿 但是這樣子的生活 實在沒有意義 退廢 後來這個婚姻就不保 因為 不曉得這麼用 不是說沒有資源 有資源 但因為不曉得 人生目標意義在哪裡 所以 不曉得怎麼用 就浪費 沒有辦法就是閒置 閒置 有的是這樣太省 捨不得用 捨不得用 好東西捨不得用 那個 有好多人喜歡 收集名表 名字 唱褲裡面 幾十輛車 用得到嗎 用不到 那收藏幹什麼 我覺得最可憐的就是收藏 人家這個東西就是很好的性能 被你收藏在那邊 從出廠以後 就沒有用了 就擺著了 你擁有它 等於沒有用了 等於沒有用 放久了 就省省了 壞掉了 到博物館去了 真的是沒有用 好可惜 所以那個奇美博物館還好 他受了好多樂器 他自己也不是 音樂家 所以怎麼樣 免費借給那些真的會用的人 真的會用的人 借給他們用 送給他們用 因為東西不用 沒有價值 所以有的人是太省 我們華人有個美德很省 但是有的時候 如果有意義的事情 不能省 你省了以後 我就說 你一天的力氣省下來 不會累積到明天 你今天不用 今天過了就沒用了 神交給你的資源在你的手上 就像那個富翁 他死的時候有三億美金在他的手上 沒有用掉 沒有用掉 怎麼辦 怎麼辦 只好最後死前想想還有誰可以用 趕快把他用掉 如果他連這個動作都沒有做的話 留在那邊 那最後呢 可能政府把他收走了 收走給誰用 我們不知道到哪裡去 那你又那麼努力的去擁有他幹什麼 你擁有他整個沒有用 所以 求神幫助我們 也不要捨不得 也不要太內捨 要選擇性的 有意義的 有價值的 好好的分配你的時間 你的資源 然後呢 放在對人有幫助的事情上面 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然後 來建議人 來造就人 來滿足神的計畫 神的心意 最後就是有的人是不敢用 不敢用 為什麼 不敢冒險 不敢冒險 怕沒有信心 擔心 所以神呼召人的時候 就是我要用你 但是我要用你 你得願意給出來 你如果不願意尾聲 神不願意蒙招的話 我呼召你 叫你叫得要命 結果你在那邊 怕得要命 叫不動 叫不動 就沒有幫我用你 但是我要用你 你就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讓我用你 大衛就是不怕 哥利亞就被他打下來了 對不對 因為蘇利亞他就不怕 應許師弟他就進去了 你要怕的話 那神沒有幫我用你 所以 你要敢讓神用 不要怕 所以 不要怕 有些人是不敢 是因為怕虧粉 怕損失 怕一無所有 怕用了以後會不夠 以至於不敢去用 但是呢 其實 神如果祂不找你 或者祂要用你的話 祂會補給你 祂會補給你 真的 你想過都想不到 祂就會補給你 好 我上個禮拜收到一方 掛號信 沒有時間去領 那所以 就拿到一個通知單 我就跑到郵局去 中華電信有掛號信給你 中華電信我又沒有欠債 那個 應該也沒有合約什麼 他也不會促銷什麼 我都去用掛號 這麼重要 後來就去排隊 等等等等 好兇 人好多 等到 打開來 恭喜你 你的電子發票中獎 蛤 我說 這麼奇妙 他自己扣小我的電話費 所以我也不管他 沒想到 他還真的 中華電信有信用 裡面有發票 發票中獎 他還會真的通知我 還用掛號信 雖然領到的錢 扣掉掛號費 其實也沒有多少 兩百塊而已 但是就讓我激勵到說 神如果要祝福你 你想都想不到 把錢塞在你口袋裡 你說不要 不要 人家就算給你 因為上面寫的就是你 你就是要來領 這樣 所以 對我來說 送付不是重點 而是說 讓我們去感受到 那個摩世 那個摩世 有很多時候神要 恩耐祝福你的時候 我說你想得到 我請問你 亞當被造的那一天 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的被造到地上來 但是他被造的那一天開始 當他眼睛一打開 你看 他看到的是什麼 是應有盡有 所有的都已經應有盡有了 他根本沒有去想過 玩缺什麼少什麼 因為聖經裡面講到 神創造人以前 已經把世界造得非常豐富而完美 最後才造人 人造出來以後 他所需用的一切都在等著他 都在等著他 所以事實上 地球是一個封閉的 所有的資源都在這個地球上 他跑不掉 他不會跑到外星去 他不會蒸發掉 那人就是這個地球上面 要消耗要使用這個資源的人 所以神是信使的人 他給了這麼多的生命體 他一定會給這麼多生命體 所需要的 所有生命裡面存留的 不管是空氣、陽光、水 甚至是食物 或者是所有這一切資源 一定是夠的 一定是夠的 所以 其實我們是活在充足 而足夠的情況下 但是因為人不曉得怎麼去管理 不曉得怎麼去運用 以至於你真我多 有人多 有人少 屏不居 慢慢就產生很多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不正 大家都不講 就按照你所需要的去用 事實上 讓每個人從生下來到死 活得好好的 你看那些飛鳥 他們不需要搶 那些野地的花 他們不需要爭 不需要搶 從他們有 到他們離開這個世界 他們一切都充足 神把他們養得好好的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要學會 要幹 為神用 要捨得 要會 要懂得 所以人生才不會白白浪費 神所給我們一切的資源 求神幫助 這是我 上個禮拜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這個問題 想這個問題 那我也鼓勵大家 我也鼓勵大家 如果你還有很漂亮的衣服 平常沒有藏合穿 你捨不得穿 放久了 身材變形了 你沒辦法穿 你就什麼時候穿 來教會的時候穿 來教會把最好的衣服穿上 最好的鞋子穿上 最高貴的 最好的 都穿在身上來 來敬拜祖 有一個很好的興起 有一個很好的價值感 真的 因為 我相信我們現在 把衣櫃打開 一定有一些珍藏品 很好的 那這些都不曉得什麼 受場合才會穿 嫁女兒 娶媳婦再穿 沒有那麼多場合 跟你穿 是的 主發 把你最好的帶到主面前來 穿在身上也好 帶來給弟兄姐妹分享也好 然後 又用我們最好的 把我們的志願時間 跟我們的精神體力 放在榮耀神 跟弟兄姐妹連結 建立 分享 把那些價值 分享出來 大家有喜樂 大家在主裡面 從現在開始 就一直連結 一直這個關係 要到神的國度 在天國有不分開 而且這是愛的關係 而且愛是永不捨信的關係 所以值得投資 值得投資 我們來教會不是跑短線 這邊看看 那邊看看 那邊就走掉了 沒有 這些人都是從今時至到永遠 都是在耶穌基督裡面 家裡面的親人 而且都是一體的關係 都是生命連結的關係 所以 感謝主 神讓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重點 所以像神父照我當牧師 我到一個教會去 我其實是這樣看弟兄姐妹 那如果有一點教會說 不要你了 那你吃掉了 我也不曉得他們怎麼看我 我看他們是耶穌的身體 那如果他們看你是一個教會的工人 或者是一個員工的話 他們的關係只有在哪裡 那我覺得看得太淺了 看得太短了 看得太表面了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開始 開始學習 我們一起來禱告 現在的主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謝謝你 保守看顧我們 讓我們在主日的清晨 也讓我們的環境裡面 發生很多大小的事情 這些都在光照我們 提醒我們 啟發我們 讓我們藉著別人的人生 也來想想我們如何來歸化我們的人生 藉著合理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也讓我們來調整 讓我們越來越吻合神的真理 讓我們越來越明白神的心意 讓我們不要成為一個無知的才主 不要讓我們成為一個愚昧的人 讓我們成為一個聰明的人 主要讓我們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逃生喜悅的人 將來是可以為主多見果子而領江上 與主同有榮耀 不是被隔絕 不是被刑罰 或者是被審判的罪犯 主就求祢幫助我們 盯我們的禱告 這個環境裡面的確是有很多的混亂 有許多的混淆 祂是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從神的話語 可以不斷地堅固我們的心 可以確立我們的屬靈的立場 可以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引導我們往前行 建立我們保守我們 以下的時間 今天我們用恭敬的心來仰望 等候祢的話語 親自對我們說話 對我們的心說話 對我們的靈說話 對我們同贊 感謝讚美祷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聲明 阿們 今天我們來看做主的門徒 就是要跟隨耶穌的教宗 聽主言 看主行 小拔主 然後莫能領受主 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一節到三十節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一節到三十節 本來這個禮拜我要講 跟醫治有關 但是正好今天我們要去馬洛湖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 人累了要休息 不過下禮拜 或許我們可以講 跟醫治有關 或者是聖誕節所帶來的信息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講 關於聖經裡面 耶穌其實是一個很靈活的教室 他並沒有讓他的門徒 一直在會堂裡面 上補習班 上屬林的這個作業 一直在那邊訓練 耶穌是 我想耶穌其實蠻外向的 他會帶他的門徒到處走動走動 他不是一個好像宅男一樣 在象牙塔裡面做詢問 他喜歡去看看天 看看海 看看山 看看地 所以他帶門徒去登山 所以在登山的時候變相 門徒看到哇他的變相 那他也帶門徒去划船 我們教會有時候有機會也能做遊艇 不錯 來划船 那他也帶門徒去到店裡面 也到市場上面 那也帶門徒去釣魚 也去打魚 都有 都有 所以耶穌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然後也帶門徒去參加婚宴 有沒有第一個生機 旁邊變酒 所以對耶穌來說 哪裡都是聚會的地方 哪裡都是生命交流 都是真理 閃閃發光的地方 他必定說一定要很中規中矩 大家通通做好了以後 很刻板的這樣才叫做聚會 對主來說 你跟他相處要養成一個習慣 耳朵要很近 眼睛要很亮 因為你不曉得 時不時什麼時候他就冒出一劇 那就是自理明眼 那可能就是翻轉生命的 一個很寶貴的話語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就是不太懂 原來神 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 像保羅說 耶穌基督就是我生命當中看為自保 為什麼 因為我帶著耶穌 耶穌跟著我 或者是我跟耶穌同在 在生命的 不管在各個角度 各個層面 各個過程裡面 你就看到 這也是保 那也是保 這也是保 那也是保 在監獄當中 神也發出能力來 對不對 信心的能力 釋放的能力 在疾病痛苦當中 叫做恩典供禮 然後在危難中 神的拯救 從大水中 救出來 那到處都是保 因為耶穌是我們生命的自保 所以神幫助我們 不要讓我們 把耶穌關在教會裡面 關在聚會裡面 你要把它釋放出來 釋放到你生命的每一個空間當中 有的時候你在陪伴小孩子的時候 神與你同在 你會有不同的眼光來看他 你會有不同的眼光來為他祷告 為他祝福 來教導他 來訓練他 你在跟客戶相處的時候 如果你帶著耶穌去見客戶的話 你會發現神給你有一種從內心裡面真誠的 你不是想去賺這個人的錢 你是想要對他有所貢獻 你是真的是關心到他的靈魂 關心到他的整個生活起居 你關心到他的人身安全 甚至關心到他的家庭 真的 那個關心 從心裡面出來的時候 別人會感覺到你與眾不同 你與眾不同 是吧 所以很奇妙 很奇妙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來看 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三十節 當那一天 耶穌從房子裡出來 坐在海邊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上一個禮拜我們就講 他常常會這樣 上船坐下 開車去變成他的講台 眾人都站在岸上 然後他就用比喻 對他們講許多道理 耶穌是坐著 大家站著聽 我們是大家坐著牧師 或許以後我來做一做 我老一點做倫理 你們站著聽 效果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耶穌用在那個時候 用比喻來對他們講說許多的道理 然後講著講著 突然耶穌就講了一個例子 其實要注意 耶穌講話 聖經講 只有耶穌他知道萬人的心 所以當他講話 他是對人的心在講話 很奇妙 什麼叫做對心講話 他不是用表面話 比如有的時候我們知道 反正這個人講這些話 他說你小孩很乖 你房子很好 你房子很好 我很好 事實上你知道 他講那些都是在敷衍 在發覺你 那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他可能心裡覺得 那你有什麼了不起 只是嘴巴上這樣講 但是既然他這麼講了 你也回他說 你也不錯啊 你這樣我也那樣 對不對 那講完的話 我不曉得他們兩個在幹什麼 然後在演戲對不對 演給自己看還是演給別人看 回來了以後覺得根本沒有溝通 這不是叫溝通 那是不曉得幹什麼 場面話 那人是為那個場面而活嗎 不是嘛對不對 那耶穌他是對人的心講話 聖經是這樣說 耶穌他在安靜當中 他已經知道法利善心裡在想什麼 所以法利善沒有講出來的話 耶穌直接就對準他們的內心的狀態 把他們的內心的問題講出來 像你看那次抓到淫婦 他現在拿著石頭要丟對不對 大家心裡就想定罪 耶穌說你們哪一個人沒有罪 你們可以先丟第一塊石頭 那個時候突然之間那個方向轉過來 不是定他的罪 是誰有資格定他的罪 那先檢討我有有沒有這個資格 後來一檢討 其實那個就是開始在定自己的罪 發現我也有罪 所以我沒有資格了嘛 所以後來大家都放棄那個審判權 把石頭丟到地上去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丟到地上那些石頭 他都在砸自己的腳 耶穌就是這麼厲害 他知道人的心 人不需要講 他直接就把人心裡面的問題講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對心講話 如果你學得到耶穌對心講話這一招 哇 我相信在你的工作上 大家一定會記重有加 為什麼 這個夥伴或這個老闆或這個組長 或者是某某人 他真的是 我們都沒有講出來的話 真正的問題他一陣見血 而且恰到好處 真的可以對我們產生幫助 所以 耶穌講這個比喻 他是知道 人的內心的光景跟狀態 所以 他 用一個比喻 讓大家去想一想 有時候你直接 講 人不想聽 人聽不下去 太刺了 太刺了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要有一點間接的方式來講一下 可能效果會更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 神很奇妙跟很溝通的方式 有時候神 他可以直接講 每一件事都會直接講 但 直接講的話 我們可能會承受不了 那他用其他的方式幫助我們 很客觀的去想一想 最後才把那個問題 圈回來 讓我們整個人 恍然大了 所以你看那個大衛犯罪的時候 拿單去找他 他如果直接講 大衛肯定聽不進去 他沒有直接講 他說 大衛你知道在你的國當中嗎 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的鄰居很窮 這很有錢的人 多得很 他別人東西不要 他就必須要那個很窮的人 他唯一的一隻牧羊羔 就把他奪過來吃掉 這個大衛犯當然激起他的憤怒 哪有這什麼 我一定要扮他 這個時候 真的嗎 你要扮他 那個人就是你 他就是你 你自己扮你自己吧 所以 這麼一講 他沒話講 因為他話已經出來了 如果拿單一去就指著他 我今天要告訴你 你會有嚴重問題 他馬上防衛心 都能包起來 什麼都聽不下去 在他還沒有講以前 搞不好大衛老羞成怒就陷在 先下走圍牆 好 那我們來看 在這個地方 耶穌講的這個比喻 他怎麼對人的心說話 他講 有一個殺種的出去 殺種 殺的時候 有落在路旁 飛鳥來吃頂了 然後呢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呢 他說 有落在土淺的石頭底上 因為土不生 發芽很寬 但是刺頭一出來 一散沒有根 那就乾掉了 那當然也死掉了 那第三種 他說有落在荊棘裡的 它是會長 但是荊棘也長 所以荊棘長起來 把它擠住了 擠住了 然後呢 最後 所以它被擠住了以後 它長得歪歪容容 它就不能有自由的空間 那也不能夠很健康的成長 那最後他說落在豪土裡的 結果是 然後有一百倍 有六十倍 有三十倍 他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是什麼 就是每一個人 誰都有耳朵 他的意思是說 這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並不是猶太有耳朵的 或者外方有耳朵的 凡有耳朵的 不管你是誰 猶太人 白人 黑人 紅人 黃色人 任何人只有有耳朵 你有張耳朵的 只要是人 都適用 都應當聽 好 然後講完了以後 他就不講了 那接下來 第十節開始 到十六節 門徒就問耶穌 你為什麼只講比喻 沒有解釋 然後 就走掉 結束了 那聽的人 他們 聽是聽的 但是 聽到這個比喻 對他們來說 有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我們也聽了 但是你到底要講什麼 你肯定不是教 不是跟我們講這個現象吧 你這個 這個一定是有玄外之音 或者是 亦有所指 那 耶穌就給了他們 一個回應 這一段話其實 不容易解釋 因為 凡有耳朵 不應當聽 那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都會聽到 但是聽到 那意思 是不是要每個人都理解呢 我們應該覺得說 照神的心意來說 應該是 越多人信主越好 越快信主越好 但是 有的時候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 神有安排 猶太人 他們叫做選民 然後呢 有外方人 然後他們 後來成為基督徒 猶太人 是選民 沒有錯 但是他們不能被稱為基督徒 他們姓猶太教 姓耶和華 他們守究約的御法 但是你要叫他基督徒 他不承認 他不相信耶穌基督 但他相信彌賽亞 但是彌賽亞 他認為不是這一次來的耶穌基督 所以將來還沒有來 他們還在等 所以 對猶太人來說 神有給他們另外的一個時間點 有給他一個安排 所以呢 有一次不是耶穌看到一個無花果樹嗎 然後看到無花果樹 他們想要去摘無花果來吃結果 什麼都沒有 聖經又補了一句 當時不是無花果結果的時候嗎 所以 我們會覺得 既然不是無花果樹結果的時候 你又要去摘 那當然摘不到 摘不到 摘不到你又咒諭他 他又孤甘了 那豈不是強人所難嗎 所以 雖然以人 以人的公平性來看 好像神做事有點不公平 但是 以神 他是整個人類世界的 劇本的一個導演來說 他沒有什麼公不公平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問你 如果我們去看一齣戲 這一齣戲裡面沒有主角 沒有配角 每一個角色的戲份 通通一樣 通通很公平 每個人演的 講的台詞都是一樣的 所得到的人生經歷都是一樣的 請問那個戲有誰要看 我想肯定沒有人喜歡看那種 到底演什麼 那個戲的 那一齣戲的名字叫做公平 有什麼好看的 我請問你 從頭到尾就是公平 全部的人都是整齊話音 從頭到尾 一起吃飯 一起洗澡 一起工作 然後講一樣的話 講一樣的是穿一樣的衣服 到最後 他們全部活了一輩子死掉 公平 請問好不好看 有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 完全沒有內容 神幫我們放到地球上來 他安排 每個人有不同的角色 那個角色他有凸顯的時候 也有他 他凸顯完了以後 他暫時退下來 換別人 也來上上進頭 所以每個人有不同的重點 有不同的強調 他不能夠永遠再去講台 舞台 他也不能夠永遠的隱藏 他總是會 大家要輪流的時候 所以這樣 有高低起伏 然後有許多恩怨情仇 然後有許多的情節在裡面 這才好看 才有意義 那個才會在那個交流的過程當中 你才會感受到那個需要 或者是那個對照錯 有許多讓我們得到啟發 所以 猶太人 其實在耶穌的 在神的計畫裡面 在2000年前 那個時候 開始 並不是猶太人 大量信主 進入到耶穌基督救恩的時候 他們是被拣選 要跟舊約的神綁在一起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主再來的時候 所以 他們的存在 讓這個世界上 讓我們看見永遠有舊約 而且舊約的神 到今天為止 還活在世上 雖然我們不是跟祂對應 但是猶太人是靠著舊約的神 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還吃得開 他在各行各業 都還是翹著 都還很有影響力 所以舊約的神 有沒有因為 我們進到新約時代 舊約的神就被淘汰了 落伍了 沒有 祂還是當代的神 祂還是當代的神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妙 舊約的神到現在還是當代的神 那我們是活在新約的 耶穌基督的新約的神 所以新約的神跟舊約的神 祂其實都一直存在 同時存在 祂沒有消失過 也沒有說 耶穌出來了以後 舊約的神 就慢慢視為了 沒有 猶太人還是活在舊約的時代 還是管用的 還是可以用的 很奇妙 怎麼會這樣 你可以想想 如果猶太人在2000年前 全部都信耶穌了 他們就進到新約了 進到新約 舊約的律法就不用受了 安息日也改成主日了 會堂也沒有了 那律法什麼都沒有了 慢慢經過2000年以後 舊約就整個四床了 今天你要學舊約 最好的地方 還是到以色列的西伯來大學 用西伯來文 跟那些大學去瞭解 所有舊約的經素 律義定章 捷徑的不捷徑的 所有裡面的那些 他們歷史上面的 神跟他們的 這個整個民族 在一起的那一些 給他們的教導 和體會 你從今天 猶太人現在還看得到 完全存在同樣的 所以五行節的時候 當然教會大夫妻是猶太人 但是後來在歷史上的研究 當第一批的這些使徒 他們都殉道之後 慢慢猶太人又通通退回去 猶太教 所以後來 基督教都是在外邦的當中 在當時的那些 當時的所謂的外邦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大概就是從那個地方 重重的地方 在傳到歐洲去 所以所有的信約 完全是由外邦的人 來承載 來信心 猶太人又退回去 在猶太教 還是守在圈圈裡 好 那我就不詳細來講這一段 大概這一段的重點就是 神的憐憫有祂的時候 祂的檢選有祂的時刻 而且祂什麼時間安排誰要進場 什麼時候安排誰要出場 什麼時候要安排人們憐憫 什麼時候呢 祂要先暫時hold住 先等一等 因為現在還不到你上場 先讓外邦人跟主有一個機會 結合一下 你們是先上場 在救援的時候 先被檢選 跟神有個互動之後 到了新約時代 你們先提一提 我們把鏡頭轉到外邦人那裡 這個是神跟外邦人要互動的時候 到了將來彌賽來的時候 你們兩個在合在一起大合唱 新約就約 然後選民跟外邦人一起 然後再同歸同樣的一個救主 所以神祂的憐憫有祂的時候 祂的檢選有祂的時刻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只要忠心的來做 至於結果 什麼時間會成就 或者還要等多久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因為神的旨意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祂就會顯靈 所以有的時候你 為一個朋友禱告 讓他可以信主 為他一個人需要來祈求 等了一天兩天三天五天 一個月兩個月 好像都沒有成就 但是你不要灰心 你只要知道和神心意是什麼 你堅持下去 終究有一天 神要回應你的祈求 不用有多久 像陳牧師 信主以後就為父母親祷告 你知道他祷告多久 他父母親才信主 18年 18年 18年以後才受死 18年 那以色列人出埃及 經過幾年才進進去之地 40年 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隸 在痛苦當中 他們祷告 神聽到祷告了 從聽到祷告到 把他們救出來幾年 400多年 沒有啦 400多年是他們在那裡做 但是呢 從聖經我們推算至少80年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教苦連天 神才開始讓摩西生出來 摩西到他去找法老的時候都80歲了 所以你看 這80年當中 肯定有很多人是在痛苦當中 還沒有得到釋放 是在那個痛苦 但是 在他們祷告裡面的信心 所留下的記號 後來神還是拯救 還是拯救 所以 有的時候 信心 信心 要有此之以恆 那個 信心 信心 不是好像冒泡泡一樣 哇現在好漂亮 噗一下 沒有了 沒有信心了 煙消云散了 神不要那樣的信心 祂要能夠此之以恆的信心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段 第三段 精彩的來了 神要來 耶穌來 要來解釋 這一段的心田 但是耶穌在解釋這一段 祂比喻的時候 祂其實 也開啟了一個 人自我反省 自我檢討 然後呢 讓神的話中 一面鏡子 來光照人的內心 當耶穌一個一個 在解明的時候 我相信在聽了這些門徒 他們就慢慢的在理解 理解兩件事情 理解第一個是 那我呢 那我的心田 到底是在哪裡 是什麼狀態 那第二個是 將來我去幫助人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理解 他到底到什麼狀況 然後我要怎麼樣 對症下藥 來指明他內心裡面的問題 來幫助他脫困 最後可以成為 有所得到的人 所以這個是在第三段 我們來看十七節 這邊講到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從前有許多先知和藝人 要看你們所看的 卻沒有看見 他們要看什麼 要看救主 要看神 然後呢 他們都在期待 先知說將來主會來 他們都在期待未來 但是你們不是期待未來 你們已經活在未來的現在 所以 他說要聽見你們所聽見的 卻沒有聽見 他們也很盼望可以直接聽到 神對他們說話 現在在跟你們說話的 站在你們面前的 就是那一位了 就是那一位 你們有福了 你們有福了 所以意思是 人家都已經是很渴慕 在捉迷場 躲貓貓 在期待 在那個地方 孤等 但是你們 就是他們所最想要的機會 現在已經就在這裡了 如果你們還不好好聽 不仔細的聽進去的話 其實不是很浪費嗎 其實不是很可惜嗎 人家又等這個機會都等不到 機會就在你面前 你自己白白不要 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這樣的話是沒道理 所以神叫他們 先跟他們講 現在是重要的時刻了 所以你們應當要來聽 我要親口告訴你 神要對人說 這個沙總的秘密 所以你從現在開始 你就用一個心 這是神對人來說的 而這些人是他所造的 他最了解 而他也期待這些人 能夠對他有好的回應 正確的回應 所以他在這段段的這一句話裡面 他就要道進 人跟神 神跟人之間的 許多的問題 許多的問題 關鍵性的問題 第十九節 他說 凡聽見聽國 道理 不明白的 那個惡者 就來把灑在他心裡的奪去 這就是灑在路旁的 所以耶穌他說 我在對你們說的時候 你們要仔細的聽 聽了以後 你要真的瞭解 真的明白 其實坦白說 這一段經文 我相信我們當基督徒 都不知道要聽幾次了 可能當你聽到牧師 用這段經文的時候 說啊 這個老生常談 這有什麼好瞭解呢 這一整段 我倒背如流 我滾過他的手 不需要牧師講 我自己讀 我都會理解 是這樣嗎 我這次回到美國 跟他在美國的同工來交通 美國剛剛結束大選 大選 剛剛結束 然後 這一位同工去跟我講 牧師啊 我在這個教會十幾年 平常大家都是 親愛的弟兄姊妹 然後都是小組裡面 有交情很好很愉快 當初他說 這一次大選 讓我真的認識很多基督徒 讓我重新認識 我的弟兄姊妹 是什麼樣的弟兄姊妹 因為平常大家在一起聚會 好像大家都很一致 但是等到大選一來的時候 那個衝擊到每個人 內心裡面的厲害關係 衝擊到你的理念 衝擊到你的信仰 衝擊到你的價值觀 衝擊到你的選擇的時候 那個時候 五花八門意見就通通出來了 有的人是看外表的 有的人是看好處的 有的人是統情弱者 有的人是看形象的 但是他說 有誰 因為你去看誰是合乎真理 他說 以他來說 他用他自己 那我只看一點 就是說 新阿倫 他是支持同性戀的 他是在信仰上面 他是走自由開放 但至少穿入在很多形象上面 很多的地方 讓我們覺得 好像很不可思議 但至少在這個點上來說 他是反對的 我就看這個東西 但是別人不一定看這個東西 每個人都看他所要看的東西 同樣的我想 這一次同志的這個運動 也讓我們 重新來認識我們的弟兄姐妹 所謂的友會 所謂的宗派 所謂的牧者同工 慈善機構 基督徒們的立場 到底在哪裡 那一條線在哪裡 底線在哪裡 你沒有到真的問題來的時候 你看不見 所以同樣的 這一段經文 我們好像已經很熟了 對不對 我們好像已經很懂了 但是 真的考驗來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即使以前你所懂的 可能只是一個表現 真的關鍵來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還會再懂一次 而那個懂 是以前所不懂的 以前所看不到的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段經文 你不要覺得 這是好像很久以前的提醒 我相信這是隨時隨地的提醒 因為我們是在主裡是日日更新的 常常要被翻新 常常要被翻新 一直到今天 我從來沒有把我過去十幾年 二十年前的講義 或者是講章 再拿來重講 我不喜歡炒冷飯 炒冷飯 我連隔夜飯我自己都不吃完 拿出來見課 太不夠成員了 我喜歡新鮮出爐的 所以我自己就要常常去藏鮮 在主裡你要藏鮮 除非你藏到新鮮的 你心中有喜悅 別人才能分享到滿足 有這種喜悅的滿足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經文 到今天還在提醒我 可能有一些東西我以前以為我已經得到了 可能還不完全 所以還要再被封信 還要再被提醒 所以第一個他說 聽見天國的道理不明白的 如果我們在天國的道理裡面 如果它是百分之一百的純度 如果你沒有達到百分之一百的情況 百分之五十 那就有五十的風險 那個風險就是不明白的風險 如果是九十還有十百不明白的那個風險 那那個風險就會給惡者留下一個破口 惡者就在那個破口 他就會來 他就會來 真的 你們聽過一個名詞叫做基督徒相願主義嗎 基督徒相願主義嗎 這一次在反馮的這個運動裡面很多人就說 啊 同時他們也是需要愛啊 他們也需要靈敏啊 不管他們要求什麼 我們呢 為他禱告啊 讓他們都會信耶穌啊 當然如果他們願意信我 相信神不會贏激他 問題是他們也知道耶穌啊 他們就是已經不信了 已經不信了 那變成他已經採取不信的立場了 你也要有你信主的立場 你不能永遠沒有立場 永遠在那個地方相願啊 對不對 永遠在那個地方想要站在中間 中間兩邊都不錯的那種 不得罪任何人的 我告訴你 你不想得罪任何人 最後你就是得罪神了 因為神要我們有一個立場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連那個立場都沒有 你最後得罪的就是神 因為你只要願意承認神 你一定會得罪分神反對的 是的 這耶穌說嘛 你在人的面前不敢認我的 將來我在天后面前也不認你 但是不管任何情況之下 你敢認我的 將來在不管任何情況之下 我一定認你 不管別人說你也夠不夠資格 我就認你 真的 你看師師家上那個強盜有沒有 請問有誰認為他有資格上天堂 肯定沒有一個人認為他有資格上天堂 幾年前有一個叫陳慶新對不對 後來陳慶新在監獄裡面信主 白兵明氣得要命啊 這種人信主上天堂沒有天理 因為他不配 他應該罪該萬事 永遠下地獄 沒有錯 在人的看法是這樣 但是只要他敢認耶穌 耶穌就敢認他 不管人怎麼說 但是問題是 像彼得 人家都認得你是主的人 你就不敢認你是主的人 所以人家都認為他不是屬於主的人 他去敢認他願意接受主 神為他救主 神要看的跟我們要看的不同耶 人要看的是哪怕你認我也覺得你沒資格 但是神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回過頭來要再去想一想 聽見天國的道理 你要真明白到底他在講什麼 不要一知半解以為自己已經懂了 你如果一知半解等到考驗來檢驗的時候 就檢驗出你裡面的破口 而且最好的檢驗觀就是撒旦 最好的檢驗觀就是撒旦 因為他的檢驗是來真的 他是因為純性要把你毀掉 所以他的考驗是真的 如果今天這個檢驗是天使長來做 是耶穌自己做 這是自己人的考驗 自己人的考驗會放水 會不好意思 會捨不得 會不忍心 因為父親來檢驗孩子 總不會說檢驗不過就把他毀掉 不會啊 總是試試看而已 試試看給他當一個主意的餓 不會真來真的要怎麼樣 但是如果是撒旦的那個檢驗 是真的要讓你 生敗明也要讓你 粉身碎骨 那些檢驗是真的檢驗 考驗不出來 第一個 聽見天國的道理不明白了 惡者就會有破口 他會把你心裡的奪去 這個就是撒在路旁的 沒有落在神的真道裡 第二個呢 他說撒在石頭上的人 他是聽到了當下 就歡喜野獸 很多時候我們聽到 屬林的事情也是一樣 一聽到 因為那個石頭不會吸水 所以如果水打在石頭上 水很多嘛 很濕 然後那個種子如果泡在水裡 就很容易發芽 就像綠洞裡泡在水裡 它就很快就發芽 但是問題發了芽 接下來他要長根 他才能夠持續在吸水 那石頭 根砸不下去 然後等到太陽一照 那個水蒸發了 然後他再也沒有辦法得到供應 油 生命 冒出芽來 但是那個生命 卻夭折了 夭折了 他說這是什麼呢 這是當下歡喜野獸 這是心裡沒有根 是暫時的 什麼時候就知道 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呢 當受到逼迫患難的時候 就離可跌倒 所以這是指什麼樣的基督徒 這是指成功神學的基督徒 我信主 我這何康我這何康 有何康我沒來啊 對不對 信主還要守主日 信主還要放棄最終之樂 信主還要十一奉獻 信主還要背十字架 信主也會跟人家一起生病 也會跟人家一起做成果 也會背得有 也會有破產 也會面臨經濟不減棄 那信這個主幹什麼 規矩慢行 所以這樣的就是第二種心田 第二種心田 他認為信主只能好 然後呢 他自己戒定認為不好的 他都不要了 所以是選擇信的信主 他其實所要信的可能就是 心裡所期待的一種願望 或者是萬應公有求必應 但是如果我所求的求不到 我不想求的你要善給我 那很抱歉不幹嘛 他就跑掉了 這樣子跑掉的信主其實不少 這樣 步道會就來 等到開始要付代價 要開始認真鼓勵 要追求 要讀金 要參加高高 然後呢 要開始參與服侍 要忍耐 要效法做 慢慢的 人就減少了 減少 會淘汰的 會淘汰 所以聖經講到 這些人 這些人 都是根落在石頭上的 所以你用這個觀點來看 教會人很多啦 但是在石頭上的不少 撒在路旁的也不少 他們可能都在生命中的某一個 時間點被稱為基督徒 但是在神的眼中看 所謂的基督徒 是有層次的 好第三種呢 他說是撒在荊棘裡的 剛剛講的在石頭上的是因為 外面的患難來考驗他 然後呢 撒在荊棘裡的 他說是從裡面的誘惑 從裡面的誘惑 來考驗他 他說荊棘裡的就是人聽得到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 賤財的迷惑 到幾度了 就不能接過什麼 你知道我以前看到很多很多這樣的基督徒 在哪裡看到 這不是我講的 是他們自己講的 同樣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他們說以前一無所有 一窮二派 所以什麼都沒有了 反正為主捨也沒什麼好捨 反正就這麼做了 所以那個時候唯一能抓住就是主 他說愛主 愛的可認真 可拼命 那個時候為主 吃苦大家都為主 吃苦心裡得安慰 滿有喜樂平安 然後被抓被打被關 他們都是家常便飯 而且誰被關了以後 好像黑道老大回來以後又堵一層 這個就是更近淺 這個就是更愛主 更被教會所看重更敬重 所以這也沒什麼不好 反正我們知道外面的政府 老邪逆事不好 我們是信真理 受一點苦 所以他說 那個時候 大家都很愛主 都很忠心 沒想到後來改革開放了 我們可以有私人財產了 我們可以賺錢了 賺錢的機會 門大開了 而且很多人偷渡 跑到國外去 看到 哇 花花世界裡面 賺錢更是容易 哇 他說 簡直 見錢眼開到一個地步 他說 我們以前在福建 在老家 很辛苦的工作 太陽底下 唯一能做的就是 很粗的那種 頭缸 去撿石頭 把石頭打碎 然後一袋一袋的石頭 趁重量 再發工錢 他說這樣子 一整個月下來 大概五六百人民幣 五六百人民幣 他說 這樣 和劉甲背 五六百人民幣 但是呢 後來他們偷渡 跑到美國來 後來呢 人家說 工廠裡面需要有人 來幫忙做加工 加什麼工 也不需要技術 很簡單 就那個產品出來了以後 你就貼一個標籤 把它包裝好 再來一個產品 貼一個標籤 他就貼一個標籤 一天下來 他說 可以賺多少 一天下來可以賺一百美金 就等於五百萬人民幣 他說 哇 我在美國一天 等於在中國 汗流滿面 這樣子 一整個月 辛辛苦苦 真的血汗錢 我在這邊用吹著冷氣 貼著標籤 又很高尚又很乾淨 然後呢 又不累 然後呢 其實是舉手之勞 勤快一點 那一天下來一百美金 哇 我一天賺一個月 他就開始想 我這樣賺一個月 就等於在中國兩三年 那我如果在美國 我混個兩三年 我就等於把中國一輩子給賺好 那中國賺好了一輩子 我現在這邊錢拿回去 我就可以開店了 我就可以不走吃穿了 我就可以變成上流人了 以前從那個 永遠不得翻身 我就翻身了 我就有更大的機會 再去撈更大的錢 做更大的投資 我給我更年的路 所以 他說很多的 所謂忠心的同工 基督徒 愛主 他說 逼迫沒有打倒他們 但是 等到發財的機會來了以後 全部通通放下 叛愛世界通通保重 通保重 為什麼 傻瓜才去聚會 現在賺錢 正好是機會 神要大大祝福我們 你不行 現在不能在賺錢 什麼時候賺錢 好像以前我受的苦 已經苦得過苦了 現在神是在報答我們 報答我們 趕快撈啊 趕快撈啊 能撈進來多少 竟然撈 真的 有時候撈到回來 連命都沒了 真的 我在西班牙看到他們 學了一點點技術 去撤那些名牌包 一撤過去 歐元就進來 一撤米金就進來 很多的 人過日理基督都不要停下來 一直撤 一直撤 一定要工作18個小時 甚至加班了一大二十個小時 在熬夜兩天三天 他說做了幾年以後 哇 做了一大不可 但是後來發現乾淨化了 快死了 嚥嚥一醒 西醫說沒有救了 送到中國去看看有沒有吃草藥可以好過來 你想想 苦了一輩子 再苦了兩三年 然後再來 就死了 那個機會是什麼機會 所以人還是要平衡 所以他說 當時為什麼那麼平 因為就 車到一盤打瞌睡 醒過來 好像錢跑出去了 趕快補兩個再把它拉回來 跟錢在拔河 捨不得休息 捨不得休息 你只有一個生命 你只有一個肝 你只有一個心 他們壞掉了就沒了 就沒了 所以 真的 聖天說賺得了全世界 沒有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 所以這邊講到 第三種 落在經濟裡的 落在經濟裡的 今天教會裡面 很多人因為錢的問題跌倒 錢的問題 很多教會也在錢的問題上 跌大腳 趙雍金那麼大的教會 最後的問題 什麼問題 錢的問題 康熙的教會 最後 康熙要被判監獄 為什麼 也是錢的問題 逼迫的時候沒有問題 有失禮 有失禮的時候 就出問題 所以 難道這些人 都沒有讀過這個比喻嗎 有 讀了 還是不懂 還是不懂 這些帶頭的有些師母 有的是牧師 帶頭投資的 有的牧師也很會做生意 企業家出生 要更小心 更小心 有的時候 他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 不知道 前十幾二十年 突然 依舊學會文化 牧師說 我們全部到貝里斯去 你看多少人去 最後 灰頭土臉又滾回來了 變賣一切去 要創造一個天國在那裡 結果天國沒有講明在那裡 灰頭土臉又回來 所以 讀神的話 不要只是表面讀過去 你要安靜下來 因為神知道你的心 他對你說話 你要聽進去 不要好像表面聽了 又表面喘了 但是 我沒聽懂 你沒聽懂 結果神的話 還是落到天的旁邊去 撒蛋 就來吞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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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要小心 很小心 如果教會 人家捐了錢 他們說要建堂 不但要建堂 還要建神學院 還要建機構 還要做宣教 所以他們想 這裡面這些長老都很聰明 都很不會做生意 我們要把教會捐進來的存款 拿來投資 錢滾錢 馬上 增值好幾倍的話 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有錢 什麼都可以做 好像很聰明 而且他們 因為隱經據點 隱經據點 聖經裡面講 錢不能埋在土裡 那些比較保守的人 你們就是把錢埋在土裡 拿出來 投資 結果他沒有想到 投資是有風險的 把教會的錢全部虧光了 投資到哪裡 投資到賭場去 蓋賭場 蓋賭場 因為賭場 蓋起來以後 一本萬利 但是問題是 他也會倒 而且那個 根本上是一個重點在哪裡 根本上是因為 背後所從事的行業 誰不喜歡 你用聖結 人家分別為聖結 做聖功的錢 拿到世界裡面去滾 你滾 你想滾回來 再來做聖功 請問世界是誰在管 撒旦會那麼慷慨嗎 讓神的錢 來我這邊生利息 讓他拿回去 讓他去 去招兵買馬 再來攻打我嗎 他會那麼笨嗎 你只要能夠進去 他就不會還給你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被荊棘給擠到 最後一種 他說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卻是神認為最好的 就是像孩子一樣 很單純的 你就是讓神的到進來 然後呢 他怎麼說 你就怎麼聽 你就怎麼領受 你就怎麼相信 然後你就實實在在的 你不要打折扣 也不要天由家處 也不要參與什麼自己的幻想 你就是神告訴你什麼 你就這樣子做下去 就對了 就對了 神要的就是這樣 今天有很多人 神也把話語給他沒有錯 那他就在那邊幻想 可能神只有給我 沒有給別人 那如果只有給我 我就是先知 那如果我把這個話講出來 因為人家會怎麼樣看我 人家會怎麼樣尊容我 人家會怎麼樣聽我發號施令 我在教會裡面 我可以跟傳道同工悟者 平起平坐 我可以 怎麼樣 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了 因為這樣子 撒旦越容易入侵 真的 我聽過好幾位 跟我講過他是先知的 後來都幾乎 啼笑 被邪靈交流 被邪靈交流 因為撒旦最喜歡 喵 哎呀 你很快就要跟神同等了 你很快 善惡果一吃 你就跟神一樣了 眼睛明亮了 神講的話 只有你懂 沒有人懂 所以你講出來的話 你就像神一樣 你知道那個 東方閃電 那個女教主就是這樣 她也寫這麼厚的一本聖經 而且就是第一人稱 我就是再來的主耶穌 以女而生 第一次來是男女平等 所以第二次再來的耶穌 已經在這裡了 就是我 我告訴你們 我的這種教會 哇 這很感人 很感人 所以 這一些都不是好的信念 好的信念是什麼 耶穌說 就像一個孩子一樣 那麼單純 因為神所煮給你的菜 神所給你的道 都是剛剛好最合你需要 祂只要你乖乖的 單純的聽 禮受了 然後呢 你就回應 該愛主你就愛主 如果覺得還不夠愛主 他說盡心盡心盡力盡力 他也會知道你怎麼愛祂 你就在各方面盡心盡心盡力盡力 來愛祂 試試看 軟弱的時候 聖經會告訴你 祂會給你開出一條路 然後在痛苦的時候 祂會告訴你 要忍耐到底 在恐懼開放的時候 祂會告訴你 不要怕 只要信 反正神話會剛剛好 你只要毅力聽 而且你要聽 你要 聽了以後把它放在心裡 明白了以後 你就按照這樣子去信 就這麼簡單 就夠了 真的 就這麼簡單就夠了 但是這麼簡單 人的心就是不簡單 人的心就是不簡單 我請問你 要讓一個種子 要讓一朵花長起來 用什麼方式 會長最好 就是按時的給它水 對不對 然後給它時間 給它養分 它就自己會長得很好 但是很有錢的人 他想我的樹一定要比人家更好 所以我的土壤通通挖掉 我用珍珠 種子 然後呢 人家就是用清水 我不要 我們每一趟都是要 用很肥很肥的水 人家長得很漂亮 他的眼睛就太死不中 有沒有 就是這樣 所以單純就好 因為神給我們的生命 祂給我們的瑪納 剛剛好 產生的作用 我們生命的豐富就會出現 就會彰顯 好 這裡講到 最後 聽明白了 後來呢 按照去行 結果是 一百 六十 三十倍 這才確實 你一個人的一生的價值 有多少 神說 不是你眼前的數學 而是你自己認為 你一生所有的價值有多少 就是這一個再乘以三十倍 你如果一個人的價值是這樣 你至少影響三十個人 影響六十個人 影響一百個人 你一生你卯足的勁 你可能最多最多不靠主啦 不依靠神 你的價值就是一個 你嘛 一個人嘛 完整的就是一嘛 那因為你現在開始聽了神的道 你依靠神 神就應許你 就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價值再乘以三十倍 你說多不多 很多 三十倍 就是一個臉 不是 就是一個牌 六十倍 兩個牌 一百倍就一個臉 每個人都會當臉長 數你的臉長 所以我們會有羊臉長 會有球臉長 所以求神幫助 後面呢 他就講到敗者的問題 那我想加快一點 他說臭弟也會來這個心田裡面殺種 剛剛講的是神殺種 神殺的是好種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神殺好種 但是人有沒有好的態度來回應 第一個問題是出在人 第二個是 就是 那門徒說 好像不進來這樣 有一些人他們 也在這個田裡面 總是 好像不是只是 新田的問題 也就是說好 那我再告訴你 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仇底也還殺種 仇底也會殺種 所以一個是田地的問題 一個是殺種的問題 田地是有四種田地 那殺種呢 是有兩種種 一種是會接果子的種 一種是假的 敗子的種 所以假的會灑在真的當中 所以呢 仇底會在田地有工作 那門徒說 那要不要現在馬上把它開除掉 神說現在先不要動它 因為大家在一起找 還是有作用的 會互動 互動 所以有些人是有好的見證 有些人是 成為一個負面的教材 神會讓人存在 你從好的一個見證的事情 你看到壞起來 你會覺得怎麼樣 以後不要像他那樣 所以 讓你夾在當中 讓你慢慢可以增長知識 但是 終究有一天 神要解決 當祂再來的時候 祂說 祂再來 就是收割的時候 是分別的時候 因為那些沒有結果時的 虛有其的 全部通通都要 變成雜草 要拿去燒了 但是呢 這些有結果時的 這些真的好的 會放在永恆的殘酷 得獎上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我常常說 幸福的家庭 有兩個很重要的要件 其實也從這裡 可以得出一個教訓 好的基督徒 也是只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就是你要信對神 好的東西 第一個你要找對人 第二個 你要用對方法 你找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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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大壞蛋 當成你的良人 就好像把撒旦當成良人 陷在同婚裡面 有撒旦交在裡面 暗中相助 他們把撒旦當成他們的良人 你說這個結果 走到後來會怎麼樣 不管你多麼虔誠 不管你多麼熱誠 不管你多麼靈牙立嘴 滔滔不絕 我告訴你 因為你找錯人 你用對方法也沒有用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找對人 我們今天找對人 我們為什麼今天要取這個立場 因為我們的對象是神 獨一的真神 我們找對人 第二個 你要用對方法 今天有很多人是找對神 但在基督教圈子裡面 我們發現很多用錯方法 妥協 自己混淆自己 然後呢 泡口不向外還向內 彼此第一名分斷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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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 做一代幣 只會 只會打自己的小孩 不愧身上正義 所以有時候 華人的父母就是這樣 有衝突的時候 先打自己的小孩 他就說 都不勝仗之敏 自己小孩很冤 很冤 很冤 我小時候 我媽媽都這樣 有什麼事情 一定是你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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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拜託 我用幾乎 我用幾乎 我們的神 祂是明天修好的 你找對的神 找對的對象 第二個 要用對方法 用對方法之後 到最後出來的結果 三十六十 一百倍我們也來祷告 現在主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求你聽我們 在你面前的祈求跟祷告 主啊透過今天 短短的這一個經文 你親自對我們的心說話 主啊因為我們知道 你是獨一的真神 你告訴我們的話語 你曉得我們的需要 因為我們是你所造的 我們的心裡的軟弱 我們屬於你的光景 我們對神回應的時候 有種種的 我們人性裡面 罪性裡面的 那些問題 你都知道 你提醒我們 你提醒我們 讓我們來到你面前 聽你的話 不要一知半解 也不要自己 用自己的解釋 或者是揣策 我們就是 單純的聽懂神 真實真理裡面的真意 同時也綁住我們 不要用情緒來接受主 也不要用自我的選擇性 自己的厲害關係 需要來選擇神的道 因為神的道裡面 是平衡的 既有祝福 但是也要加添力量 訓練我們能夠 鋼強壯 主啊 因此我們要信任 神的道路 是告過我們的道路 神的旨意 告過我們的旨意 只要出於神的 盡東美好 讓我們願意為主 忠心 擺上忍耐到底 主啊 也求主保重 當世上的這些思慮 錢財 試探引用 出現的時候 主啊 就像耶穌 受過撒旦的試探 只要一拜 整個天下的榮華 護貴 都要歸給他 主啊 求你就是 幫助我們 免得我們貪貪 免得我們父主忘了你 忘了我們是誰 免得我們貪愛世界 勝過愛主 很多時候苦難沒有幫我們打倒 但是私慾 當前我們卻不堪一擊 好像哥利亞沒有把大衛征服 但是大衛自己的私慾 卻讓他一拜土地 主啊就求你幫助我們 你曉得我們本不過就是血肉之趣 我們有數血氣 有數肉的許許多多的問題 但是你教導我們 聽了什麼道 單純的聽進去 你受了不計代價的 那麼勇敢的 然後我們自己委身 在你的真理 在你的真道上 主啊 我們相信 就像你呼召這些門徒 你呼召彼得 約翰 雅各 甚至是少諾 成為後來的暴龍 我們跟他們是一樣的人 但是他們 忠心 聽了整個道 持守 他們所應該持守的 跑 他們當跑的路 打他們當大的仗 最後他們都得到了公義的觀念 為他們存留 同樣的今天 你也祝福我們 有三十一百 三十六十一百倍 要成為我們這一生當中 榮美的祝福 全力就要聽我們的禱告 帶領我們往前行 你恩待祝福我們 讓我們的教會 在你的面前 討神的喜悦 和神的信義 將來我們又看到 那一個真正倍加的祝福 在我們當中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把所有的榮耀 歸給主 不歸給人 也不歸給我們自己 也不歸給好運氣 或者是誰的聰明 才反智慧能力 我們只把 所有一切的榮耀 歸給主 也只有主 配合當得的榮耀 我們就仰望 聽我們在你面前的禱告 也祝福今天下午 我們的行程 讓我們到天裡去的時候 當我們在收成的時候 讓我們享受這種喜樂 讓我們也想到 怎麼樣好好的 把神的道放在我們的心裡 也如果將來 有一天 你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收成的時候 毫無埋怨的 可以歡喜快樂的 來肯定 來讚賞我們的生命 每一個人的生命 就像一母天 今天我們期待 在天裡面找到 又白又胖的 白玉蘿蔔 但願將來 我們在主的手中 是結實雷雷的和困 謝謝主 聽我們在你面前的 結酒跟禱告 仰望主 是奉靠主 耶穌基督的生命 阿們